然後這個等一下入坑主啊 那個就是要先幫忙大家把這些 接下來 好 大家好 我是律德 那我就是做看見司法專案的人 那今天要跟大家報告下就是 司法改革國式會議的狀況這樣子 對 然後再做 我想先調查一下有多少人知道 現在有司法改革國式會議 他正在籌備這樣子 可以舉個手 OK 所以看來他們廣告還差不夠多 我請補方在花店前賣Facebook廣告這樣子 好 那我先簡單報告一下現在狀況是什麼樣 就是現在有這個網站 然後每個人都可以上去留言 然後你可以去講說 你遇到一些司法上的問題 對 然後我們會把你的問題分析一下 是什麼樣的司法制度上的問題 然後把它變成其他的議題這樣子 然後去做更長遠的討論這樣子 那其實這補方公布的就是 他們分三個階段進行 一個是意見徵集 另外一個是分組會議 第三個總結會議這樣子 對 那我們現在在第一個階段 然後現在第一個階段 現在只剩13天了 對 所以趕快大家趕快去上去留言這樣子 對 那其實補方他們公布的內容 其實有一個不會讓大家誤解的地方 就是以為意見徵集就是只到13天 可是其實議題的開講是可以到 是到2月就是2月初這樣子 對 所以你還是可以在議題上面 留下你的 你對這議題的看法這樣子 對 所以這一次是非常透明的這樣 所以每個人 對 就是即便你對法律也不是很了解 你也是可以上去留言這樣子 對 對 那個就是假如我有話說這個部分 是一個是比較積極的參與面 就是說假如你今天你提的意見是非常具有建設性的 那你的意見就會變成司法改革國事會議 討論的一個議題這樣子 對 那所以請把握這13天這樣子 對 那補方的消息是說 假如人就是意見很踴躍的話 他們會願意再延長一段時間 對 但是基本上還是在12月31號以前這樣 現在目前的規劃是這樣 好 那現在議題涵蓋範圍就是有到 有司法行政的部分 比如說法官 法官的評鑑 法官的一些資料的開放 檢察官也是 律師 警察的調查 還有監獄的部分 那司法透明的話就是司法資料的開放這樣 還有比方說公開審理他們會錄影 然後以後會把它放在網路上讓大家看整個審理案件的過程這樣子 對 那還有司法通常還有檢察官的偵查 因為偵查其實從來都沒有開放過這樣子 對 那通常政法庭就是常常會看到 流出來影片就看檢察官 在對人犯破口大罵這樣子 對 那還有法治教育這些東西 那有分司法與社會就是普羅大眾的 還有司法官學院就是司法官受訓的這樣子 對 那我們看電視法還想要做的就是一個大平台這樣子 對 那我們要做的東西就是其實是 因為大家都最近冠軍婚姻平權比較重要 那其實我們需要大家可以用最少眼力去來了解 像國是會有最新動畫這樣子 對 那我們目前進度就是把那個委員名單 還有國是他那個倒數計時器就是要做出來這樣子 讓大家知道狀況 好 那就是我們今天工作就把那個設計稿套路這樣子 所以有前端的人可以過來幫忙一下這樣子 好 那就是支持婚姻平權 然後切忘不公的死保這樣子 對 誤忘不公死保 好 謝謝大家